各位网友大家好,我是美国黎叔,上一讲我讲解怎样迅速区分新老胡田姚颖青词,今天我向大家讲解怎样迅速区分北宋颖青与南宋颖青。 区分北宋颖青与南宋颖青好比区分一对双胞胎姐妹谁是姐姐,谁是妹妹一样,那么区分北宋颖青与南宋颖青有何意义吗? 如果是从上千年陶瓷历来讲意义确实不太大,但从瓷器收藏、研究、鉴赏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以此为线索,去了解在宋代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里,影青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,当时人们审美、文化的流变及背后的故事,这才是我们古玩形真正有趣、有意义的地方。 现在摆放在我们眼前的这两件宋代胡田摇影青瓜棱出金胆瓶,就如前面所说的双胞胎姐妹,那么我们怎样区分它们呢? 我们查阅了现有的资料参考,根据摇指各时期地层出土的器物,博物馆的藏品一一进行对照,从右色、造型、装饰、工艺等级南北时期在审美与需求上的差异,造成了风格上的差异等重要信息,其中最重要最简单的一点就是看右色。 看这件 这是我们的看法,如有疑问或不同观点欢迎留言探讨。 下期见 下期见